我们能够想象他当时看到浩瀚的星空的时候 他赞叹这一切都是这位创造主创造的 他到底有多伟大 而在大自然的面前 他感觉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 我相信在大卫的时代 还没有我们今天许多的天文学的知识 所以今天我们有了天文学的知识之后 更能够帮助我们体会到人的渺小 我用一个例子 是人根据天文学家们的研究 然后把它画成图画 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在的宇宙有多浩瀚 这张图是地球跟一些比地球更小的行星相比之下的一个图 给我们看到比金星比火星比水星比冥王星 地球还是蛮大的 我们短短的这几十年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想要到过地球的每一个地方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表示这个世界真的很大 但是地球如果跟其他的行星相比之下 比如说海王星 天王星 土星 火星 地球就小很多了 如果我们更退一步 就看到把地球跟太阳来相比之下 地球剩下一个小点了 但你说太阳是不是就很大了呢 跟地球相比之下 的确是 天文学家继续把它跟其他的来做比较 比如说他这边提到双子座之星 大脚星等等 来相比 哇 太阳原来也是不大 也是很小 那地球在哪里呢 已经完全看不到 这些星还不是最大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有什么星大星啊 金牛座星啊等等 太阳在哪里呢 我用一个圈 把它圈起来的 在左下角 那是太阳 那是到底宇宙有多大呢 在太阳系所处的这个银河系当中 有一千多颗恒星 每一颗都比太阳更大 而银河系以外 还有无数类似的银河系的天体的系统 叫做河外星系 目前被发现的都已经有十亿个 当时大卫看到浩瀚的星空的时候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我算什么 世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呢 这边讲的顾念可以翻成纪念 眷顾可以翻成造访 我们在宇宙当中这么小这么小 你竟然造访人类啊 所以这个表达什么 表达神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纪念人类 来垂顾人的需要 为了人的幸福的缘故 他愿意采取行动 当我们说算什么的时候 意思就是我们不算的什么 但是经文里面却给我们看到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人微小却是有尊荣 你曾经想过吗 为什么上帝要造一个这么大的宇宙 你想象我们团戏每个星期就会二十多人 假如有一天我告诉你说 我们要买一大片的地 我们要盖一个大的教堂 我们要这个教堂主日崇拜可以容纳五千个人 要有至少一百个主日学的教室 停车场可以放五百辆的汽车 我们还要有音乐厅 我们要有餐厅 我们要徐徐多多的事情 我相信你一定会想说 这个牧师大概时间到没有吃药 为什么建一个这么大的教会 我们现在不需要 我们有个小房间 我们就可以聚会了 你有没有想过 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小小的太阳系里面 小小的星球上面的小小的人 神为什么这么眷顾我们呢 我们这个这么小的人 神造一个这么大的宇宙 不是很浪费吗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浪费 神造这一切 然后神造访我们 神为人而付出 这一点就告诉我们 神是多么多么的看中我们这些微小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轻抗你自己 你说这个东西跟我们什么关系 我相信不只是让你带来一些安慰 让你觉得 其实还不错 上帝爱我 也是我不会太过于自卑 不用管别人的嘲笑 不只是这样 你如果真的知道上帝给你尊荣 那你应该活出一个有尊荣的生活方式来 很可惜的是 很多的人他们随随便便的生活 好像跟动物没有太大的差别 每天就是吃 睡觉 生活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没有价值感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这样 人不应该是这样 神的儿女更不应该是这样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不但是上帝尊贵的创造啊 神的儿女还是谁呢 有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神所用的旗命 所以我们要活出有尊荣的一种生活方式来 不要随随便便对待自己 我们上帝尔族 Comuny 不得的 我们上帝尔族 我们上帝尔族 这个融洁的电话 我们上帝尔族 我们下帝尔族 很好的 我们下帝尔族